大家好 今天是3月13日 星期二 市有些先升后反复的势头 乘折昨天的升势 早市曾经一度见过31,710点 但始终成交不太配合 所以高台也略大反复 这两天股市的上升 已经不单将今个月的形态扭转成先低以后高 因为低位是上星期一 29,852点 直至今日高位31,710点 今个月的波幅已经有1,858点 用一个月份的波幅来说 其实这个不算小 加上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上周四恒指突破了20天线 但当日成交只有1,02亿 到周五指数进一步修复10天线 成交金额只有997亿 今天更加不用说了 除了升破今个月的高位31,081点之外 也成功突破了50天线 但全日的成交今来都是1,197亿 那技术上来说 这个动力是不够的 那就是说 由5号的低位开始的技术上的上升 暂时来说 应该只是一个反弹式而已 有一个形态想跟大家谈谈的 上周五指数是急性的 遗留了一个上升离口 离口的底部是30,724 顶部是30,840点 有116点的离口 是摆在这里 到昨天又进一步出现了另外一个上升离口 底部是30,996点 高位是31,340点 有346点的上升离口摆在这里 连续两天出现了两个上升离口 其实不重要 势头是空的 继续上升 不过你成交今来要配合才行 你成交今来又不配合 同时又出现了一个这么大型的上升离口 感觉上真的不是那么好 如果你说成交大的 1300、1400、1500的 半板升去的 这些离口不是流到历史来解决了 但现在不是这回事 所以我担心后续的事情 是会比较反复 今天也是13步 都未到月中 指数已经有1858点的波幅了 下半个月怎么走 如果下半个月升多1000点 整个月的波幅就2800了 但问题 一般来说一个月有这么大的升幅 成交今晚一定是两例 绝对不是1000亿的成交今晚所能够做到的 所以很大机会 以现在这个指数 暂时是31500点在整固 我都认为任何短线炒作 保守少少少好些 不是说不可以炒 问题就是我现在买下去 我上往多少先 第一个阻力 就一定是2月27个高位 31799了 再走高少少就是32000点了 那你的成交今晚都是1000亿 1000亿多些 就是说升来升来都是腾讯 匯控好少少 中工建 平保 港交所 总之传统的蓝筹那些 十个八个 炒来炒去那些 指数上去 其他非指导成份股 大部分都是原地踏步的 市场是没有气氛的 所以现在这一刻 你说有幸早日 拿了货的人 都会敗到 但如果你说现在是高追的话 先问自己 你提多少 万一这个市场是反复 甚至是保铁口 说明你是炒短线的 我赢了2元 我输回2元给你 是这样的意思 那你做一些风险管理 下个星期三 就比较重要 是腾讯公布业绩 到底这个手游 是不是市场预期的 仍然维持一个高增长呢 很关键 因为大家正在给一个 高一点的日价来追 就是看好增长的幅度 如果增长是有 但如果增长的幅度 没有市场预期那么多 那情况就麻烦一点 那就是说 危险一点 好吗 今天就到这里